安 喜乐和爱中不断的成长 让我们这些孩子 在爸爸妈妈的教养之下 能够一生行在爱主的道路之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回去 记得提醒爸爸妈妈今天回去要做什么 刚才说了我们已经来到教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年 在上个礼拜我们结束教会年历的最后一个主日 叫做基督君王主日 每一年的这个教会的节期 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生平 让我们一年又一年被耶稣基督塑造 他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影响带领着我们的一生 所以我们到上个主日的时候 我们来到一年的最高潮的时候 是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是宇宙的主 然后呢 那一个主日庆祝了之后 2024年 我们发觉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 因为他说他要再来 他还没有再来 我们就开始新的一年 再等 所以今天就成为教会新的一个年度的开始 从这个等候他的降临 然后预备我们的心 然后一直跟着他一步一步来走 被他塑造 所以在这个新的教会的年历里头呢 这个将临节的第一个组织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点燃的是盼望的蜡烛 这个盼望的蜡烛一点起来 是要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耶稣基督的应许 为什么起点要从有盼望开始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世界如果我们放眼看我们的身边的事 然后我们打开电视听这个报告新闻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听到这个世界越来越乱 这个世界越来越热 越来越浮沸淹水 还有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 更多的一种距离感 这世界 是好像越走越下坡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还活在这世上 我们要怎样心存盼望呢 而且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这样的一个局势里头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在逆境的当中保持盼望呢 今天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意的时候 这个意这个字 公义的意字 它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摆对来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再次摆正回来 我们跟人的关系摆正回来 我们跟大地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摆对回来 因为今天很多东西就是乱了了 乱了所以就越来越糟糕 而要在这样的一个逆境的当中保持这个盼望 我们今天就要从两处的经文 从耶利米书33章和从路加福音21章 来听听看上帝在这个新的一个教会年的时候 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 不然的话我们就常常讲说 耶稣啊你刚刚上个组织才宣告 你是君王 全地的主宰 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时候 有好像 难道上帝你没有权力吗 为什么这些事情还是这么乱 仗还是打不完 还是上帝你不管吗 不是的我们要回来看上帝做事 有他做事的方式 有他的原则 这两处的经文 一个在旧约 耶利米书是旧约 路加福音是新约 这两处的经文都讲述了这两个时代 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的那种的逆境 在上帝的子民 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 进入到越来越 那种混乱不和谐的时候 上帝 不一定照着我们 所认为的 马上介入 摆平 但是不表示上帝不做工 这两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 上帝会说话 问题是我们是用眼睛看东西比较多 还是我们有时候会 不要给眼见混淆了我们 而是要用耳朵用心来听上帝说话 上帝在逆境的当中会说话 在耶利米的时候 他是犹大王国时期的先知 耶利米所处的那个时代 他所处的那个国家 已经被灭了了 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城 也成为了废墟 而他的百姓 他的同胞被掳到巴比伦去 家破人亡 上帝 代表上帝同在那个殿也不在了 在这样的时候 怎么样 上帝你在哪里 上帝我们还有盼望吗 你还有权势吗 在这个时候 等一下我们要听到上帝说什么话 而耶稣呢 在他那个时代 路加福音记载 耶稣所在的那个时期的时候 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 是罗马帝国在统治着 百姓们没有自己的家园 而也就在那个时代 路加福音记载 耶稣还进一步的议员 预备他的子民 跟随他的人 那个心告诉他们说 不久的将来 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会再度被攻破 耶利米的时代 耶路撒冷圣城已经被攻破 他们回来重修一次 重修两次 在耶稣的时候 有西里王用了46年 第二次修那个圣殿起来 耶稣一员说 这个圣殿很快又要被摧毁 然后百姓会被赶出圣地 结果耶稣还活着的时候 跟人这样子讲的时候 果然在耶稣死后升天的 30年40年里面 在主后70年的时候 耶路撒冷被攻破 圣殿被毁 到今天都还没有重建起来 上帝的子民 真的是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一直到194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联合国破例批准 以色列复国 才重建 他们再从世界各地回来 所以现在仗还在打 还在打 所以这些都在上帝的预言之中 所以不管是耶利米那个时代 或者是耶稣在新约的时代 第一世纪的信徒 在那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底下的时候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要怎样持守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这个盼望 不会被眼见的这些恶劣局势所淹没 这个是我们的考验 这个是我们要从神那里来的 祂的话语的建立 祂亲自的引导 所以我们在这新的 重新再开始一年 再等祂再来的时候呢 教会年龄的时候 我们就再次听到说 我们的盼望 和我们真正的和平平安 只有从耶稣基督的意才来的 没有别的地方 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政策比较好 哪一个地方的税收收的比较好 来保护自己 不是这些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意 因为祂跟上帝保持会正确的关系 祂把人在祂里面带我们 回到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 我们的那个盼望和平安 是要从内里复生出来的 有一位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家 也是我们称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教父 他的名字叫做 克莱尔沃的圣布奈德 Bernard of Kleinwald 他针对这个将临 讲到说我们 一般上我们只认为是 耶稣过去来 我们等祂再来 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这个 所以他提到说 再来有三重的意义 一个是耶稣首次降临 道成肉身 那已经是过去两千年的事了 一个是耶稣基督不断要降临 进入我们人的心里面 今天我会用多一点时间讲这个 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在怎样等着 耶稣基督末日降临 审判世界 这位Bernard of Kleinwald 他是谁呢 我们这几年 我们在圣诞堂里面 一直讲那个爱的观念的时候 这个观念也是从他而来的 我们人两个礼拜前 德经传道讲道的时候 也提到这个 我们人有时候是 为了自己来爱自己 然后来怎样再给上帝帮助我们 为了自己才来学习爱上帝 然后再进一步的认识上帝了 为上帝爱上帝 然后在基督里面继续成长以后 我们是为上帝 在懂得怎样爱回自己 以便能够去服侍更多的人 这些的观念是这样的一位神学家 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我们先看 耶稣基督首次降临 就在他道生肉生之前的旧约时代 上帝已经接着先知耶利米发出议员 刚才我说 他说活在一个很动荡不安的一个先知 他开始的时候 他就先在那样的一个困难的日子里头 他从上帝那里领受到上帝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不是耶和华如此看 他说我们就要听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实现 以色列家以色列国比犹大国更早就已经被亚树灭来了 犹大国是给巴比伦也灭掉 但是在这样一个灭国的时候 那时候上帝说日子将到 有一天日子会到 可能你这一代人没有看到 但是上帝说 我对他们的恩言必然实现 这个恩言是什么恩言呢 上帝说 他要给他的子民立一个新的约 我们知道上帝透过摩西给 半次十戒 律法 把上帝的心意 人作为上帝子民 应该怎么活来走在正的路上 那些律法上帝给了 但是呢 人走走走 又走偏了了 行不来 自己家族 自作聪明 又多一点 又少一点 上帝就兴起先知来 告诉他们说 这里偏了 那里错了 回转 回转 来守着上帝的道 但是人的心就是这样 越走 还是越偏 越远 直到在耶利米的那个时代的时候 当你越来越远离上帝 跟上帝的关系 不对的时候 人要承受 我们叛逆 悖逆的后果 那个后果 不是上帝让他们灭国 是你这样子走下去 就是会灭国 就好像你走在那条路 人家一直告诉你 前面有个大洞 不要走 不要走 不听 东看西看 自己掉下去 你说 是你害我掉进去那个洞吗 还是 因为我不听嘛 上帝的子民不听 所以一只那只走下去 结果他走 只有一条死路 结果灭国 成为人家的被掳的子民 就在这样的时候 上帝说 好了 你们没有圣殿 没有得重新学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说 我跟你们立一个新约 把我的道 我的律法 放在你们的心中 上帝赐下圣灵 让我们能够感动 我们知道哪些是上帝的话 上帝要我们走的路 但是圣灵要进入我们当中 要有这个新约的呢 要有一个媒介 那个就是耶稣基督 要成为疫苗 所以他接下来就说 就是在那些日子 那个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益的苗益 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益 这个苗益 当一个土地已经是光秃秃了 干旱了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时候 上帝说 我会从那里头给它冒出一个苗益 有一个生命 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 上帝是生命的源头 他说 绝境里头 他要给一个疫苗 苗益长出来 而这个苗益之所以长出来 就要显出上帝的公益 让我 它越长越大的时候 会让我们知道什么 才是正的 是对的 所以耶利米谈到这个公益的 这个疫苗的时候呢 他就 是在预言说 有个米赛亚要来 这个公益的苗益 是因为有一位上帝要选的米赛亚 也就是救主 要实现上帝对大卫的应许 建立上帝的公益的国度 所以这个疫苗呢 直接就指向耶稣基督 他是米赛亚 是上帝公益的化身 你看从耶利米的时代 那是主前五百多年的时代 到耶稣诞生 相隔四百多五百年 他说到那日 有一位要来 米赛亚要来 上帝的子民 是在这样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 抓住 相信上帝口里所说的话 他说会来就会来 只是不一定是按照 我们所认为的时间 我们认为的方式 我这一代人看不到 但是我只带着信心死去 让我下一代的人 继续持守这个信念 再等 再等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让 家长们家庭里面 你去点这个圣诞花环的蜡烛 讲述 在家里继续讲述 使我们一代传一代 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等候 盼望 因为时候满足的时候 上帝就真的 不失言 他说他就会做到 就猜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就进入到 我们的人世间里面 他就接着 他的整个生命 他的教导 甚至他在十字架上的 死亡和复活 证明他就是上帝 公义的苗意 就是上帝的公义 当耶稣基督在第一次 首次降临 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成就了 如果我能够归纳 是这三方面的事 一个是他战胜撒旦 二者的权势 第二个是他攻破死亡 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 第三是他赦免世人的罪 使人能够因他得救赎 这是他成就的 主要的这三方面的事 在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那个撒旦的权势 给他战胜了 死亡被他吞吃了 这些是在属灵界里头 灵界的一个胜利 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完全看到 因为我们就会感觉到说 你如果战胜了 你是已经是胜利的 为什么我们还看到 基督徒还是这么多人受逼迫 为义受逼迫 还有很多的好人 还有很多的事情 都是那么的不公义不公平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他这一次的第一次的来临的时候 他完成的那个救赎 所以十字架完成的这个救恩 是给普世的 这个普世呢 不是说他一从死里面复活 每一个人都得救 他的得救的方式是 他普世这条路铺好了 每一个人要听到福音 每一个个别的人 要敞开你的心 要愿意用我们的口里 承认心里相信 接受耶稣 那个救恩才跟我们有份 所以这个救恩 是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拯救的 但是在属灵的灵异里面 他已经完成了 只是我们个别愿不愿意回应而已 所以耶稣才会讲说 他在他升天之前 他颁赐了这个大使命 你们去 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要我们 他在他 从他升天 祖后三十多年 到现在已经 祖后 两千零 二十四年了了 这两千多年里面 耶稣你在哪里 耶稣还要 一个一个救 透过你 透过我 他要我们成为 他的口 成为他的手 他的脚 去传福音 去跟人家分享 然后使人 能够个别 归照耶稣 免得时候满足 他说 当乘白日 多做主公 时候到了 门一关了 就没有了 所以你家里 还有哪些人 还没有信主 你的朋友 亲戚 还有哪些人 还没有信主 就在今天这个将临节 我们看到耶稣 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要救赎的时候 我们 是不是要回应 他的这个 托福 跟他同工 令人归足 相信说 越多的人的时候 他就会在地上 施行公平 和他的公义 所以在这个 第一次的 这个来到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 这个盼望 是指这个 正义之条 的一个承诺 这种盼望 要能够超越苦难 将人 锚定在 上帝救赎的计划之中 有苦难 但是要怎样 超越苦难 你定点在哪里 在上帝的救赎计划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成就了救恩 这个是我们 盼望的缘由 当耶稣 他在这个动荡 不安的时代的时候 他不仅是给我们 一次性的救恩 他要不断地进入到 我们的心里面 到现在 这两千多年 因为我们不懂 他几时再来 虽然末日越来越靠近了 就在这样的时候 很多的苦难的时候 他要我们 继续地 允许他 天天进入到 我们的心里面 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使我们甘心乐意地 一直 紧紧跟着他 因为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就在路加福音21章 他不要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一切都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去到哪里 无往不利 他说 你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 在我还没有再来之前 日夜星辰 要显出预兆 地上的邦国 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那惶惶不安 人心不安 民功打民 国功打国 有地震有山 这一切 会在我们这个世上 会继续地发生 而且越来越严重 因为这个大地 这个大自然 也 跟上帝的关系 也破坏了 所以这个公义 摆对回来的时候 这个关系 包括要把我们 跟大自然 跟上帝创造的 这个关系要摆对 我们 关顾这个受造的世界吗 我们大家只是方便自己 用了就丢 很多东西 我们浪费资源 所以这个大地 在承受这些的后果 所以耶稣说 当你活在这世上的时候 这些东西一直来 还是有 还是有 人与人之间 也有一些的不公正 冲突都继续 所以耶稣是告诉 我们这些 还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人 他的追随者 说会有这些事的 你不要以为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就去动摇说 耶稣你在不在 上帝你的能力 到底有没有彰显的 他说这些会越来越发生的 但是呢 你看着这些事的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说 你要昂首挺胸 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 是越来越静了 末日会越来越靠近了 在这样的时候 经文接着下来 在第34到36节里头 耶稣说 那我们怎么办呢 活在这边的人 你们要谨慎 免得被贪婪 醉酒和今生的忧虑 压住你们的心 有时候我们会太过忧虑 或者我们不插了 不管了 既然不多几时来 我吃喝玩乐 过我今天的Happy Day 但是他说那日子 会忽然临到你们 如同罗网一样 因为那日子要临到 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 日子会来的 耶稣先讲了 会来 所以这些日子要来 怎么办呢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够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所以他要我们 天天地祷告 求主不断地进度 到我的心里面 使我能够警醒祷告 要怎样逃避呢 困难来的时候 一场大灾难来的 我们也不会说 全部物质岛 只有我一个人站住 我们可能也是 跟着岛的那个人 可能被废墟也压到 但是呢 不同的是 我心里面 我在那个时候 我不惊慌 我知道我可以求靠主 主能够救我 脱离这次的危险 我感谢主 没有救的话 我也安然 记下最后一口气 准备见祖面 这样的一种的心态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是要我们 常常求祂进入 不断地进入到 我们心里面 因为在主再来之前 这些麻烦 考验诱惑 是比比皆是的 而我们的这个对手 这个恶者 魔鬼撒旦 他会不停地诱惑 引诱我们 偏离上帝 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意愿 如果魔鬼不能够成功地 让我们放弃 对基督的信仰的话 你还想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一点一点地 试图分散 我们对上帝的 那个渴慕和追求 特别是在祷告 在聆听神话语的事上 可有可无 一个礼拜来听一次道 吃一次灵粮 奈我一个礼拜 你怎样应对 这样的一个 日子越来越艰苦的时候 这恶者就用这样的方式 来使我们懒散一点 懒散一点 所以我们要求主 耶稣 重新点燃 我们心中的灵火 就在他还没有来之前 这段日子里头 我们自己要靠他 站立的稳 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 别人的言 为主做言 发光 来像那些 也在迷茫 无助的人 给他们伸出援手 讲安慰的话 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 人人需要主 人人需要主 这个是神让我们 在这个时候 自己站稳 还要带来 在基督里面站稳 这个是我们 这个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也让我们来依靠着他 所以我们需要他 不断地 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所讲的 盼望是什么呢 盼望不是 忽视麻烦 或是逃避 咽咽不看 没事没事没事 不怕不怕不怕 做这个 像鸵鸟这样 把头埋在地上 就自欺欺人 不是 这个盼望 是能够看着这些 很大的考验 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看着他 但是透视他 穿越他 超越他 我们的这个眼目 怎样不停留在 事情的表象 而能够在事情的表象的 之中 里面 看到背后 有上帝的 大能的手 在掌管着 就算看不到 知道上帝的话 讲着 他 自终会掌管一切 所以这样的一种的 属灵的透视力 各位 除非我们天天在我们 跟随主的路上 一直不断地求他 进入到我们的心 他的话语填满我们 圣灵不断地充满我们 只有圣灵打开我们 属灵的眼睛 我们才能够穿过现实 看到上帝的座位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上帝的座位 我们看不到 我们坐不来 所以我们需要 依靠主 所以耶稣才说 要谨慎 要警醒 常常祈求 祈求了之后 我们一直在这样子等 到最后的时候 他末日 他会降临 成为审判世界的主 所以耶稣就在 讲了这些 预备人心了以后 一章的二十七节 他说那时 这个那时 是最后末日的那时 他们必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云降临 各位你要留意 当我们讲到 这个降临节 耶稣来的时候 他的第一次来 和他的最后那一次的来 不一样 他第一次来 他是谦卑的 本有上帝的荣耀 但是他屈尊成为人 他是进入到母妇里头 怀孕 十月怀胎 然后生出来 像一个 一个在婴孩 不是像 是一个婴孩 在马草里面 需要人来保护 人来喂养的 他是用那样的一个 最卑微 最放弃自己的能力的方式来 然后才慢慢成长 成为人 为了我们的缘故 走一条我们人成长 长大成人的路 那个是他第一次来 需要几十年 他最后这一次来 看到经文怎么说呢 他是驾云降临的 我们不知道这朵云快还是慢 Zoom一下子就到了 他是驾云 不用十个月 驾云 而且这次他来呢 是大有能力 有荣耀的 他的能力和荣耀 来到的时候呢 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他这次来 不再是做救助了 他这次来 是做审判主 门 救恩的门关了 他这次的来 对于不信的人 这些搞世界上的 各种的政权手段的人 对他这些人来讲 是毁灭 是审判 对在苦难当中 坚持信靠他 不放弃信心信仰的人 他的再来 是救赎 是复兴 对不信的人 他这次再来 带着他的能力来的时候 他是整个东西重启 重新定了 因为 耶稣基督 要永远作证为王 世上的这些君王 这些权势 这些强国 全部都没有了 reset 重新排列了 然后 对我们这些人来讲 是 大的 整个 复兴 恢复 还权的 那个应有的 那个样式 关系 上帝的公义 就在世界当中建立起来 是这个时候 我们要看着这个时候 就像耶利米时代的人 他们听到上帝说 公义的苗艺要来 他们等 一代一代人等 等到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降临 等了几百年 我们是了 等了几千年 我们继续等 但我们知道 会来 他说来 他就会来 他必要再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宣告里头 我们常说 我们宣告信仰的奥秘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点 为什么我们每个组织 守圣参的时候 都要念这句呢 就是帮助我们回来 回到这个正位 我们一起来念 基督曾经死了 基督已经复活 基督必要再来 基督已经死了 就是他的第一次 肉身降临 过去世了 基督已经复活 现在他是复活主 坐在上帝的右边 我们现在是要靠他 过我们每天的日子 然后基督必要再来 他要来审判 这个是我们的 每一次的宣告 不只是口讲而已 而是每一次 当我们如此宣告 我们信仰的奥秘的时候 求主一直不断地 加添我们的信心 把我们建立 跟耶稣基督连接起来 所以他是 上帝的公义 基督是我们的义 只有基督 除了他们别无拯救 只有他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最后总结的时候 每一年的将临节 刚才我说了 都是上帝给我们 重新定位的一个时刻 我们要想 我在过去的这一年 有没有懒散了一点 对上帝的那份爱 那份关心 那个追求 有没有冷淡 要重新回来 所以将临节 让我们回顾过去 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 以婴孩的身份 降临在马槽里 为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 将临节 也让我们立志 我们每天要邀请耶稣 进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认清我们现在 当前的状况 如果你现在是面对到 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 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 你不要逃避他 而是把这些 带到耶稣的面前 让他带领你 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正确的回应 让基督与我们同在 也让他帮助我们 保持警醒和充满着盼望 让我们能够超越那些 令人忧虑的 种种的表象 基督的再来 将临节 让我们怀着渴望的心 等待着他的到来 不单单是纪念 他曾经诞生 而是期待 主啊 我愿你来 所以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的最后一节 启示录的最后一节 就是我们发出的一个祷告 主 我愿你来 这也是我们历代基督徒的 一个祷告 所以结束的时候 我请大家站起来 这个maranatha 是亚兰语 同样这句话的意思 我念maranatha 我们会众 就认认真真从心里面求主来 我们会三遍来这样的回应 maranatha 主耶稣愿你来 maranatha 主耶稣愿你来 maranatha 主耶稣愿你来 Amen 请坐 一点时间安静 你愿耶稣进到你里面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也是我们历代信徒的祷告 不只是我们如此祷告 当我们做着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信的时候 主啊 你就把我们和整个基督的子民 基督的身体连接起来 历代信徒 现在各地的信徒 和将来 你的子民 都把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面 连接在一起 奉主的名求 Amen 让我们起立 我们就要 做这样的一个宣信 我们用 尼西亚信经 同行宣告 我们的信仰 因为它是 记载在 新旧约经文里 你们是否相信 天父上帝 你们是否相信 耶稣基督 独一 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在万世之前 为父所生的 从神出来的神 从光出来的光 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受生的 不是被造的 与父一体的 万物 都是接着主受造的 主 为要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 由圣灵感应 同真女玛利亚 取责肉身 并成为人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 为我们钉十字架 被害 还在 照圣经 第三日 复活 升天 坐在 父的右边 将来 必有大荣耀 再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他的国 无穷 无尽 你们是否相信 圣灵 我信 圣灵 为主 并赐 生命的根源 从父子 出来 与父子 同受敬拜 同受尊崇 曾借着先知传言 你们是否相信 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 唯一 圣而公之教会 众使徒所传着 我认 为赦罪设立的 独一洗礼 我指望 使人复活 并来世的生命 阿们 好 请坐 好的 好 好的 好